我会起诉离婚 半年 刘亦菲 林更新 佟大为 霍建华等主演的玫瑰的故事 新的剧情中黄一梅终于嫌方协文提出离婚了 自从见到庄国栋之后 方协文整个人彻底变了 对黄一梅许下的山盟海事变成了屁话 她甚至就连黄一梅在自己创业公司的股份都给夺了回去 简直是无耻至极 当初黄一梅给她钱创业 她用整个公司为聘 结果什么都是她的 而她在婚后 更是各种无耻行径不断 比如辞了黄一梅的工作 让自己母亲监视她 不给打无痛 到后面 更是利用女儿和家庭琐事困住黄一梅 不让黄一梅出去上班 防止黄一梅和庄国栋见面 甚至跑了 为此还想要生一个儿子 如此继续困住黄一梅 继续让黄一梅无法离开家 成为黄脸婆和她的生育机器 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妻子连骑马的信任和尊重都没有 整日一身一鬼的 甚至在黄一梅回北京的事情上好几次大发雷霆 人家的家就在北京 回北京有什么问题吗 而且一再地拒掉黄一梅的工作 更是在黄一梅的手机装定位 这才惹得黄一梅提出离婚 而且黄一梅还要和她打离婚官司 要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方邪文是一个虚伪的人 她不仅仅自己的家庭一团糟 就连工作也是如此 可以说 方邪文重判清理已经不远了 本来她的公司要被收购 两家公司开出的条件都很好 没想到这次还是一言堂 决定了把公司卖给一家出价更高的公司 对方多五百万 但是如此一来 她会彻底失去公司的掌控 而且那些跟着她的老员工也会被踩掉 这些老员工都是工患难的 结果她却不打算和他们共富贵 平时公司里面她都是一言堂 在这件事上更是如此 她的举动不仅让她忠心耿耿地装不满 就连她的合作伙伴林浩都提出了离开公司 若不是黄一梅的股份被她夺走 她还真的做不了这样的决定 可以说 方邪文是快又很辣 不顾一起创业的员工 必然会遭到反噬 最后的结局就是众判清理 她卖掉公司得到了一大笔钱 可是最后的结局大概率就是坐吃山空 特别是黄一梅和她离婚了 固然她得到了方太初的抚养权 可是她的身边已经没什么人了 工作上对她忠心的人一个个离开 她的事业也即将戛然而止 而事实上原著中方邪文只是一个银行小职员 剧版把她改成了一个创业成功的小老板 可是失去了黄一梅 加上身边之人一个个离开 这为最后的结局应该也是很凄惨的 不仅如此 后面她的女儿方太初长大 有了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是周唐华 剧版中是周世辉的儿子 世间之事就是如此难料 周世辉得不到黄一梅 她的儿子却追上了黄一梅和方邪文的女儿 对于这个女婿 方邪文还是很满意的 只是方邪文从小给方太初灌输的是对黄一梅的仇恨 而周唐华对此并不偏听偏信 还是很理智的 事实上周唐华对于方邪文的感觉是十分精准的 她对方邪文内心有一些鄙夷 认为她是一个只顾自己从来不顾他人感受的人 而事实上的确也是如此 后来方太初和周唐华去了北京 见到了黄一梅 加上傅家敏告诉了方太初当初的真相 虽然方太初执意回上海 回到了方邪文的身边 可此时方邪文知道自己说的假话被揭穿了 又说自己不该恨黄一梅之类的话 周唐华这个女婿不想听她喋喋不休 她的内心其实此时已经比喻方邪文的卑劣 但是没想到的是当日方邪文就心脏病发作而死了 享年49岁 黄一梅也没想到方邪文会如此早死 其实她之所以死 一方面是众叛亲离 一方面是因为她内心对黄一梅有愧 最终就连她的女儿也都回到了黄一梅身边 当然因为周唐华吃醋傅家敏对方太初的追求 两人后面放弃富裕的生活 又回去了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新的剧情中可以说是又精彩又虐 虐的主要是黄一梅这部分 黄一梅生下的女儿方太初 但是没想到的是方邪文想尽办法控制黄一梅 并没有因为她为自己生下女儿而有丝毫的收敛 不仅让自己母亲离开 还想要让这些家庭琐事都交给黄一梅 让她带孩子无暇找工作 直到后面黄一梅还是选择出去面试找工作 因为黄一梅也想要活成自己 而不是此后的生活只能围绕自己的女儿和方邪文传 然而没想到的是方邪文做的事情太过于可恶 她居然直接把黄一梅已经面试通过的工作给拒绝了 这一点说实话很无语 她虽然是黄一梅的丈夫 但是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帮黄一梅做决定吧 而正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黄一梅提出了离婚 而相比起黄一梅要和方邪文离婚 另一位女主的婚姻也即将失败 她就是苏更生 苏更生是黄一梅的闺蜜 而且她和黄振华的关系按理说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两人因为苏更生被继父性侵的缘故 留下的心理阴影 吵了几次架 但是每次都和好了 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稳固的 甚至即将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怎么会婚姻失败呢 在新的剧情中 苏更生和黄振华因为浴缸的事情吵了一架 之后又和好了 苏更生甚至同意黄振华 接下白耳如给她的那个大项目 相信她的实力 甚至不怕白小和是白耳如女儿 和黄振华再度牵扯在一起 而黄振华也十分的激动 带着苏更生去见了父母 双方的关系算是基本上确定了 而接下来就是轮到黄振华见女方父母了 可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苏更生的母亲来见了黄振华 张口就是要二十万的彩礼 虽然黄振华的工作不错 也有一些钱 但是在那个年代 二十万彩礼也算是很高了 但是这些都可以理解 可是没想到的是在这关键时刻 苏更生的母亲居然曝光了苏更生的过往 居然说出了苏更生曾经结过一次婚 之前苏更生对黄振华说了 自己十六岁的时候被继父性侵了 却并没有说过这件事 黄振华整个人都骂了 苏更生藏着掖着 其实还是因为他为了自己 害怕黄振华会因此嫌弃他 从本质上来看 苏更生其实和方邪文一样 都是属于自卑的那种 只是不同的是方邪文 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 用尽办法控制黄一枚 而苏更生则是把什么都藏在心里自己面对 所以对于黄振华也是欺骗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黄振华生气了 和苏更生之间的婚事也因此告吹 苏更生没想到的是 黄振华和他分开之后 居然和白小赫走到了一起 这令他没想到 虽然当时两人已经分开了 可是黄振华这么迅速 就和白小赫勾搭上 确实不合适 当然 这一切其实都是白尔茹的算计 他给黄振华项目 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女儿 白小赫借种生子 毕竟白小赫不想结婚 但是他却看中黄振华 曾经明示黄振华自己的想法 黄振华是他的人选 加上那个项目的原因 黄振华本身就对白小赫有那种想法 所以水到渠成 两人发生了关系 只是黄振华和白小赫最终并没有在一起 白小赫只是要借种生子 而不是要和他在一起结婚 而最终黄振华再度追求苏更生 而且还成功了 黄振华最后的结局说是赢妈了也不为过 毕竟他的儿子能够继承白尔茹的亿万家产 而他又能够得到苏更生和白小赫两个女人 只能说黄振华赢妈了 成了最后的赢家 当然从原著的角度上来看 苏更生虽然和黄振华在一起了 两人也结婚了 黄振华最后的结局 成为了民动一方的大人物 可是他是一个无趣的人 苏更生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 所以最终苏更生和黄振华又离婚了 但黄振华最终有着白尔茹的帮助 加上本身能力还不错 成为了大赢家 有钱有势 堪称最后的赢家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家之一